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在上学的李美奇不得不另谋出路 以改善自己的境况 正在读中学的他早早步入社会 凭借自己出色的外貌条件做起了兼职模特的工作 1997年 17岁的李美奇与上大学的机会失之交臂 原因是家庭实在过于困难 无法支付美国昂贵的高等教育学费 为了生计 最妥当的选择便是签约公司 成为一名专职模特 这使他一直以来获取收入的门道 然而梯台的天桥对他并不友好 只有一米七的他只能做平面模特 街道的工作也不多 生活条件依然没有起色 步履维艰 于是他小小年纪背起行囊 离开北美大陆 只身前往亚洲寻找机会 出到日本 模特界满是对他质疑的声音 只想要纯种欧美脸的观众不吃他这一套 甚至在一次面试中 李美琪直接被拒不留情面 我们要的是金发碧眼的美国人 不是你这种冒牌货 在日本模特界显然混不开的李美琪再度踏上征程 这次是台北 1998年他在台北找到了出道的机会 一则电视广告让他踏进演艺圈 本以为能稳步发展的他却又一次遇到瓶颈 当时的台北娱乐产业发展的并不出色 也很少有机会能给到他 一位业内人士给出建议 香港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绝望之时 李美琪再一次燃起希望 这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若是失败 他便做打道回府的打算 在多地辗转反侧 没想到这一次没有令他失望 上天也看不过去了 李美琪的人生终于时来运转 机缘巧合下 这个曾被行业轻视的升高 进成了李美琪的优势 当时正逢谢霆锋挑选模特与他一起拍摄杂志封面 奈何前来应聘的模特都身材高挑 只有李美琪比他矮 容貌还十分出调 于是这一张风靡全香港的封面将李美琪拉进大众视野 借着谢霆锋的超高人气 他开始获得关注 甚至还有媒体笑称 他是唯一能骑在谢霆锋肩上的女人 尽管这一绯闻并没有激起太大水花 但不得不说 李美琪沾了戏霆锋的光才走进大众视野 同样是1998年吴彦祖初识李美琪 那时吴彦祖才刚刚二十出头 还是小鲜肉的他帅得人神共愤 天理难容 就是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宝藏男孩吴彦祖 马上被李美琪斩于马下 收入囊中 二人很快就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不再局限于模特行业 他如愿以偿踏入香港影视圈 从此他精彩的演艺生涯拉开了帷幕 能在小小年纪顶住生活的压力 为了梦想凭着坚韧的毅力刨遍世界 他的野心远比想象中的大 然而不止野心 他还拥有不俗的智慧 深谙自己身高不占优势的李美琪 想方设法在其他领域找寻突破口 香港娱乐圈已然成为了李美琪找到突破口的福地 杂志封面拍摄不久后 影视广告的邀约纷至踏来 为了更好地在屏幕中出现 李美琪决定充实自己 为迎合香港电影的趋势偏好 他加入了著名的成家班 开始学习武术 当时的他可能也不会想到 加入成家班这个决定 将为他后来的演艺之路打下坚实基础 武术这个足特的优势 让他日后成为美国电影界的佼佼者 被成龙相中之后 李美琪刻苦地训练武术 把腿弓拳术剑法都挨个学了个遍 由此和那些同样美艳动人的花皮女心区别开来 她有着自己的一技之长 混血面孔加上拳脚功夫 李美琪的影视之路很快就风生水起 2000年 李美琪出演了首部电影 特警新人类2激动任务 起点高开搭档陈冠希冯德伦 这是她和陈冠希初始的开端 狼才女貌在观众看来十分般配 也是这部戏让她跟吴彦祖的分手留下了隐患 紧接着2001年张坚廷导演发了邀请 她欣然接受并前往纽约拍摄《午夜曼哈顿》 片中有许多尺度较大的戏 对于在开放社会美国长大的李美琪 这不是问题 她能够轻松消化这些戏份 参演两部电影后 李美琪在香港彻底名声大振 作为当红女星 2001年被港媒评选为 香港男人最想拥抱的女人 同年 李美琪还登上了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 红的一发不可收拾 2002年一部赤裸特工成为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这部经典电影相信很多影迷都看过 这部影片充分展示了她不凡的武术水平 特工的娇媚性感 殷斯 萨爽都被她诠释得淋漓尽致 和她在影片中搭档的吴彦祖才刚刚二十出头 片中还有沙滩戏 和吴彦祖亲密无见 二人共同上阵 可谓赚足了吸引力 吴彦祖当时相当看重这段关系 两个人也迅速成为话题焦点 这对金童玉女是全香港公认的神仙眷侣 同框时她们也高调撒糖 丝毫不畏惧尽头 就连当时出街都要手牵手 足以可见二人都对这份感情上了心 最终这段被所有人看好的恋情 走入无疾而终的局面 在2000年 李美琪和陈冠希合作过特警新人类二 二人保持着密切联系 时不时会传出绯闻 是爱着李美琪的吴彦祖无法忍受这些 随即提出分手 他们的姻缘也就此结束 时隔多年后 吴彦祖在节目中坦白这一情史 说到因为分手事件 自己有过一段时间的抑郁 还曾为了李美琪落泪 我们不禁惋惜 原来大众情人吴彦祖 也有着痛不欲生的感情经历 李美琪吃过苦头 17岁开始混迹于险恶的江湖 最信任的只有自己 全身心托付给别人 对他来说风险极大 缺乏安全感的他更愿意爱自己 如此一来 他们的感情走到尽头 似乎也是注定的结局 而此事之后 吴彦祖跟陈冠希 本是圈中好友的两大男神 也因此事反目成仇 在位同台 抛弃了深情的吴彦祖 这笔不太值当的交易 任谁看都是亏本 可是李美琪走自己的路 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细数当年陈冠希的女友 那可是美女如云 从影视巨星富商名流 再到空城嫩魔 陈冠希涉足的领域十分广泛 连阿娇都曾坦言 她很会哄女孩子开心 2006年还爆出陈冠希 与李美琪被拍到一起出行 女方留宿男方家中等新闻 2008年一场轰动国内外的照片事件 让大红大紫的陈冠希 跌下神坛遭万人唾弃 该事件被评为娱乐圈中 影响最恶劣 伤害最大的事件之一 因为此事 陈冠希也召开新闻发布会 从此退出娱乐圈 虽然李美琪也曾被卷入此事 但是她跟陈冠希的关系依然很好 在2012年时 陈冠希还晒出与李美琪的合照 赞美女方 从2000年至今 两人都一直保持着好朋友的关系 舆论绯闻对于李美琪来说 只是很小的插曲 她的重心依然放在事业上 实现自己的野心 似乎比什么都重要 在跟吴彦祖分手后 李美琪与身价1300万英镑的 中田英寿远隔重阳上演了一场万里拍拖 中田英寿是被誉为日本国脚的足球巨星 当时与日本女星大黑魔忌 处于订婚状态的中田英寿 被狗仔拍到和李美琪走在一起 港媒瞬间炸了锅 关于李美琪与中田英寿的绯闻铺天盖地 从帕尔玛到香港 即便万里之隔也阻挡不住暧昧的心 当然不可能走入正轨的二人 也在后来不欢而散 随后李美琪的事业大放异彩 已经回到美国开始了她的好莱坞生涯 曾经一度被人贴上吴彦祖前女友标签 李美琪不做回应 用实力将标签撕碎 赤鲁特工为她的国际化道路埋下伏笔 初代特工鼻祖就是她本人 正是因为这部电影她被更大的导演看重 2006年 李美琪目标明确 回到美国进军好莱坞 已经取得不小成绩 受到苦难磨练的她 在好莱坞可谓一帆风顺 蝶中蝶三仅视镜一次她就拿下了女一号的位置 2007年 虎胆龙威斯 李美琪饰演FBI女探员 与布鲁斯·威利斯一同出演 到了2010年 她迎来了事业的巅峰时刻 热播美剧《尼基塔的女一号》花落她手 打破了白人垄断美剧主角的局面 成为第一位亚裔担任主角的演员 厌压群方的形象 紧锣密布的剧情 英姿飒爽的动作 这些因素都让这部剧火遍全球 李美琪再也不受制于以往的标签称号 她靠自己在美国影视界杀出了一条血路 亚裔不可能担任好莱坞主演 李美琪给这句话带来沉重的一击 2014年 又一部美剧主演主动送上门来 李美琪在《跟踪者》中饰演女警探 在这部戏中 结识了到她38岁的男主演迪伦·麦迪蒙 二人因戏生情随后交往 迪伦·麦迪蒙自1997年开始 就凭借成为家喻户晓的影视男星 她也曾是朱利亚·罗布茨的前男友 交往三个月后 两人立马订婚 但好景不长 2018年二人就分道扬镳了 如今已经42岁的李美琪活得潇洒自如 面对尽头 她还是风韵游存 性感动人 红毯上的穿搭十分前卫 开刹到腹部的连衣裙一展曼妙身姿 古铜色的肌肤看起来健康饱满 早年在香港的磨练 成就了李美琪今日的辉煌 不惧苦难的付出 最终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纵观她的情史 吴彦祖 中田英寿 狄伦麦蒂蒙 李美琪当之无愧 是男神收割机 只是如今的她 还是孤单一人 不知何时能寻得良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